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昨天呢 咱们聊的是啊 这北京城清代时候的治安 当然不全面了 因为呀 您别忘了 咱们呀 聊的是齐城 也就是北京城的内城 因为咱们的书啊 还没离开八旗这个板块呢 那咱们今儿聊什么呀 今儿啊 咱们就得说说这个八旗兵中的魁首了 什么呀 大内侍卫 咱们一上来啊 可不能先说这个大内高手 为什么呀 既然聊八旗嘛 他必然得有建制 咱们就得从这个侍卫的建制和长官上开始聊起 清代完备的侍卫体系 实际上啊 是从顺治年才开始建立起来的 清代顺治年成立了侍卫处 侍卫处下的侍卫呢 被称作侍卫亲军 负责保护皇帝 那么是什么人来管理这些侍卫亲军呢 朝廷为此啊 专门设立了一个官职 叫做领事卫内大臣 理论上啊 是上三旗美旗两名 当然了 他也有例外的时候 您比如说吧 这和珅和的人 他也做过领事卫内大臣 他本来呀就不是上三旗 所以说要想做这领事卫内大臣呢 那还得看皇上对你的信任程度 您就说这和珅吧 那何者是皇上对他信任那么简单呢 那他简直就是乾隆肚子里的混事虫 通常这六名领事卫内大臣呢 都有别的工作 也就是说呀 这份差事啊 都是兼职 虽然呢 也得尽职尽责 但是不能把心思全放在这上 于是这朝廷又给加了六名副手 同样啊 也是上三级美旗两人 这六个官啊 叫内大臣 配合领事卫内大臣和内大臣 主抓细节工作的 叫什么官啊 叫散一大臣 具体多少人啊 无定员 人数啊 随着需要增减 咱们聊啊 就聊那正值 咱们不提那副手 咱们就说这个领事卫内大臣 朝廷对这个官啊 有个硬性规定 必须是正一品 当然了 那额外的条件呢 那肯定就必须是皇上的亲信 那么他在经官当中 算是什么地位呢 首先说若论品级 在经官五职当中啊 已经算是官制极品了 可是虽然如此啊 这个五职啊 他只管侍卫 负责皇上安全 不管其他八旗兵和陆营兵 至于地位嘛 在入官以后 顺治康熙雍正朝 没有定论 到了乾隆时候啊 乾隆皇帝都对此 有了一道旨意 在这道旨意中啊 乾隆皇帝表示 按照我们满洲的旧制啊 这领事为内大臣 应该排在大学士之上 可是到了我爹 雍正朝的时候啊 这大学士就排在 领事为内大臣之前了 我觉得呀 这么排序 没毛病 是对的 可是协班大学士 和各部的上书 班次要排在这领事 为内大臣之后 自此以后 依此为例 您听了吗 也就是说 这自此以后 在朝班当中啊 除了这个大学士 那就得数着领事为内大臣了 六部上书 和携办大学士的地位 只能和内大臣平级 这内大臣啊 是从一品 那说了半天 这神奇的大内侍卫 到底有多少人啊 哎 其实啊 他没几个人 这侍卫啊 一共分三等 一等侍卫呢 六十人 二等侍卫啊 一百五十人 三等侍卫呢 二百七十人 在这三等之外呢 还有一个蓝灵侍卫 九十人 那么这些侍卫 都是什么人呢 首先有一点是肯定的 正常的侍卫入职渠道 只有一个 那就必须 头二三等侍卫 是从上三旗当中挑选 那为什么说 是按照正常手续呢 因为这个八旗兵 哎 我这说的 可就包括下五旗了啊 还有这个鹿营兵 其中这个出类拔萃的 被皇上看中了以后 那当然也有可能 会被减拔为侍卫 顺治康熙朝的马耀子 王府尘 那可是正经的汉人 连八旗汉军都不是 这王府尘呢 虽然不能说是三姓家奴 但是啊 也是几次一主 人性很一般 就是因为 棒 功夫好 被顺治皇帝看上了 被授一等侍卫 当然了 这种侍卫皇上肯定不能把他留在身边 给一杆包围枪 给了一个一等侍卫的名号 发到边关 树边去吧 关于王府尘呢 这故事有得聊 咱们先记着啊 等到平三番的时候 咱们再细说他 除了这王府尘之外啊 后来啊 到了这个嘉庆年 还有常玉春 这个常玉春呢 他是大内侍卫 常玉春 清朝人 他可不是那个 马踏公远墙 戳枪破炮 摔斗跳台 扯天子半副龙袍 揪袍裸袋 破酒太师 背砸怀王 单榜利托千金茶 摔死金头王 创死银头王 枪挑铜头王 鞭打铁头王 二十七座连营 一马踏为灰劲 怀远安宁黑太岁 打虎将军 常玉春 常茂他爸爸 哎那是明朝人 您得分清楚了啊 都听到这了 不打算点个赞吗您 还得长按点赞啊 人家学徒我这两天 那正咳嗽呢 开玩笑开玩笑啊 咱们接着聊大内高手 要想进攻 做一名大内侍卫 这公马骑射 肯定都是要出类拔萃的 但是比起这个公马骑射来 最为硬性的 还得说是对领袖的忠诚度 所以说在侍卫当中啊 有相当一部分 是皇上的本家 要不接呢 就是皇上家的外甥 再不接啊 就是功臣 众臣的孩子 因为这些家庭 让自己的孩子 捡拔做侍卫 主要就是为了荣誉 当然也为之后的出身考虑 因为这个齐人啊 很少有通过科举之路 走向仕途的 因为对于齐人而言 耍笔杆子 不专业啊 所以说很多的满洲众臣 都是大内侍卫出身 您像索俄图 明珠 复衡 阿贵 和珅 等等等等 这些个大清国的众臣啊 都是大内侍卫出身 所以说在我看来 这上三级减拔出来的 一二三等侍卫 政治合格是远高于军事过硬 那么说了半天 谁是大内高手啊 诶 刚才咱不是说了吗 蓝陵侍卫 这蓝陵侍卫和这个头二三等侍卫 有什么区别没有啊 当然有了 首先说呀 就是官小 头等侍卫 相当于五职三品 依此类推 到了蓝陵侍卫这啊 六品 其次呢 就是穿着不同 这清代官穿什么衣服啊 咱们心里都有数 咱们印象当中啊 就是朝卦补服 顶带花绫 可是这大内侍卫 他们的穿着可不是这样 值班的时候啊 里边是袍子 外边罩着黄马褂子 若是陪同皇上出巡 有护驾任务啊 那里边穿的是软甲 外边罩的是黄马褂子 您别以为啊 这黄马褂和现在咱们说的 中式小褂差不多 其实啊 它区别大了 首先说这黄马褂子 它没领子 其次呢 它是七分袖 不是整袖 有护驾任务的时候啊 这官长一级的大内侍卫 和普通侍卫也不一样 官长一级的侍卫 都穿着巴图鲁背心 也就是说呀 这大内侍卫 这黄马褂子呀 它是袖越短越值钱 那么蓝陵侍卫和其他侍卫 在着装上哪不一样呢 不一样的地儿啊 就是这个领子 蓝陵侍卫头上的孔雀陵啊 是蓝颜色的 其他侍卫的陵子 一律是阴格律 说的这陵子挺有意思的 其实最初啊 只有大内侍卫 头上才有陵子 其他的王公大臣 头上没有花陵 最初的普通大臣 头上的花陵 是皇上的恩赏 是特殊待遇 到了乾隆以后啊 才盛行了起来 除了这个双眼和三眼花陵以外 单眼花陵啊 已经成为了清代官员 佩戴的常态了 那么除了这个 还有不一样的地儿没有啊 那就是第三条了 蓝陵侍卫的剪拔方式也不一样 就是因为这一条 我才说他们是真正的大内高手 因为这些蓝陵侍卫啊 来源只有一个 都是五举人 这些蓝陵侍卫啊 都是各地进京来电视的五举人 他们跟这个头二三等侍卫不一样 也可以说是正相反 他们都是啊 军事过硬 各顶各的功夫高手 都是武术家 对领袖的忠诚度上啊 可能就差点了 所以说这皇上啊 得逐一考验 觉得这政治上能够合格的 才留下来做了蓝陵侍卫 这里有没有例外啊 也有例外 进京考试的五举啊 电视以后 有三个人不用正审 直接剪拔为侍卫 就是一二三名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五举里边的状元 榜眼和叹花老爷 状元直接就被刺为一等侍卫 榜眼叹花二等侍卫 所以您听出来了吧 谁是真正的大内高手啊 那些头二三等侍卫啊 什么御前侍卫啊 前清门侍卫啊 粘根处卫侍啊 这都是忠诚度靠前 真正的功夫一流啊 那还得说是人家蓝陵侍卫 所以说大内高手 必是蓝陵侍卫无疑 那么有人就说了 您掐这手指算 这些大内侍卫 归了包堂加一块也不过就是五百多人 这皇帝一旦出巡或者打仗 就靠这五百多人保护吗 当然不是了 除了这大内侍卫之外啊 皇上一旦出行 保护皇上安全的 还有亲军护军和卫队 这个可就是明天的书了 下文书咱们要逐个开讲 八旗在北京城的各作 大赢 下文书咱们要逐个开讲